在棒球的世界裡 最印象深刻的應該就是這一次 十二強賽事後 樂天桃園隊訪問自家球員 陳成威只是往後看 最有感觸的一次 因為畢竟都是先方 不只吉利吉老 把二壘壘包拔棋帶走 TVBS也獨家捕捉到 大家的心靈捕手 林家鎮也默默蹲在三壘 雖然右手有傷 他研究了一下 最後倒壘成功拔走三壘 到底拔了人家多少壘包 讓網友笑翻 林家鎮急球時遭球吻 傷勢照也曝光 他帶著護具接手治療 也露出招牌笑容 蔡奇昌表示他恢復良好 但家鎮父還關心 旅美好手鄭宗哲曝光 這林家鎮簽下一份 結婚證書的照片 難道是傳婚訊嗎 但再看下去 鄭宗哲笑喊 家鎮要跟我結婚 原來曬出的是去年 對方替他整婚啦 王牌投手林育民 則因保守刺青引熱意 回國後 他又在完成左腿服侍會的刺青 師父透露一連刺六個小時 真的很勇滿滿 台灣精神卻也不代表 八加九學壞 林育民高中老師就曬出考卷 好幾張都考滿分 尤其英文和歷史是強項 根本是學霸 但休息時間似乎不久 明年二月將展開WBC經典賽的資格賽 曾豪居訓任總教練選手名單 大致維持冠軍隊人馬 只是強度持續 球迷也流傳夢幻名單 包含火球男古林瑞陽 富邦漢將隊國防部長張玉成 及江昆宇等人 也敲碗徵召兩位台美混血的 美國職棒球員卡洛爾跟菲爾柴德 蔡其昌則回應 保持聯絡中讓球迷振奮 TVBS新聞發言宣 洪廷以太報道